它的名字叫GR86 是替代之前的GT86 丰天的最新款小跑车 但是它并不只是名字更新的这么简单 今天我们就在这个赛车场 来快速体验一下 它和老板GT86最大的五个不同 它的第一点不同 在坐进车里的一瞬间就能感觉到 就是它的内饰的风格 整体变得更加的高科技感 而且更实用 它的液晶屏从4.2寸 变成了一个大号的7寸 中控台也是显得比较有现代化的感觉 后排是改变比较大的 当你把后排座完全放倒的时候 它的空间刚好能放下一套并开 那你就可以开开心的开着你心爱的86 去赛道日 换上一套赛道号的轮胎 那开着就更开心了 它的第二个不同 就是在动力方面 是啊 2.0变成2.4 然后现在有234马力了 听上去照那儿没有特别的足 它的手动挡版本差不多是6.5秒破百 也没有比原厂快太多 但实际上它的变化还是很明显的 这个明显的地方 就是在扭矩的表现上 我们之前的那个86 它的最大扭矩是在6700转 我记得很高的一个转速 你需要把转速拉到很高很高 然后才能够到它的那个 就是你需要有劲的那个感觉 一旦你的挡位用的不合适 它就是用一个特别低的一个扭矩 在坑去让你觉得这个车特别没劲 特别无趣 那这个痛点目前在这辆车上 我觉得解决的非常明显 从账面上它是3700转 就能有最大扭矩 那实际的表现呢 现在正好是在4000多转了 后就能感觉到很明显的 足起来的这么一个扭矩在迸发出来 但实际上它对于直线的帮助 可能不是最明显的 最明显的是在弯道里 它会很积极的帮助车出弯 我现在在瑞斯赛德场很小的一个弯道 刚才我是就用三档开着空调在拐弯 但是我居然能用油门 把车去推起来去走 这种感觉就会觉得这辆车好上手的多了 就是它是一辆对新手会更加的好 好去驾驭的这么一个车 好的 为了体验一下它究竟有哪里不一样 我们专门找了一台老的86 这是我们已经享受了十年的这么一款车了 真的很棒很经典 还有驾驶乐趣 但是当你从新86混到老86上的时候 会马上觉得还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首先就是它的这个动力 它的动力中间有明显的一个扭矩坑 你需要把发动机放到很高的转速下 才能去享受它全部的动力 原来在这里我们现在是6000转 7000转 差不多这里有劲了 我们也要刹车了 然后在这里也是它有一个很大的扭矩坑 它的扭矩出不来 好5000 5500好像有劲了 也要换挡了 所以就是在这种小载道里边尤其体现出来 它的扭矩会让你很难去拿捏 那么对于你的驾驶的技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考验 如果你很难去把它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 那么它就会 就是你会觉得这辆车没有劲 你会觉得像一个它150马力的车 好 接下来我们说第三点不同 就是它的悬架配置 这辆车本身它的脚变大了 它是一个215的18寸的轮圈 而且从之前的进行胎变成了米其林的PS4 所以它整个的抓地力变强了 车身的刚性变高 而且悬架的强度也比这个更好了 所以它的转向就变得特别特别的犀利 是一个和你的交互更强的这么一个车 就会让你觉得 我天 这是一辆改过的86吗 不是 也算是吧 它是GR改过的86 第四点不同就是它的电子稳定系统了 之前的86虽然你可以电子稳定系统全关 但是它实际上还是有一点点的辅助去帮助你拐弯 如果你想真正的去自己开车的话 你需要一套特别神奇的那种秘技去真正关闭 那在这辆车上它有了三种驾驶模式 它有了一个可以关闭的电子稳定 还有一个专门的赛道模式 而且关闭的时候真的就是关闭 这个回了是吧 这回了是吧 OK 好 只有三圈了 没说完 没说完 接着再来一种 好 那现在就是它的第五点不同了 所有的这些架在一起给这辆车的特效是无与伦比的驾驶乐趣 当然以前这86已经开起来很不错了 很有驾驶乐趣了 但是这辆车它因为给人了这些很丰富的互动 和很充足的扭矩 很紧张的底盘 和放得很开的电子稳定 就让这辆车变成了一个赛道飘移两用的车 你可以很稳定的去抓着你出弯 去享受你的赛道日 那么当你想去飘移的时候 你只要稍微的多踩一点油门 车位就会非常灵活的去出来 去帮助你去飘移 就是这辆车 就变成了一个买一次 能享受不同种类的玩法的车 开吧 很多人买86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用来飘移 今天我们就找了一个简单的飘移场地 就是定源 我们来比较一下新款的GR86和老的GT86 再开起来还有什么不一样 在老86上你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它的扭矩更多的是在中高转速上 所以你需要一直把转速放得很高 然后把油门也踩得很深 它的宽容度会窄的很多 所以控制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把它蹬起来以后 也还算可以吧 还是我们熟悉的86这个感觉 但是一看 一旦你的油门送的时间过长 它的扭矩掉出了最佳区间 它就没劲了 有点从头开始 同样的玩法 我们在新的GR86上再来一次 还是这样的一个定源 这辆车还是自动挡的 理应它的动力没有那么强 我们试一下 它的大扭矩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转起来 直接踩油门 是不是需要更大的扭力去吹呢 不需要 它就只需要顶油门 车头就自己往外里送 然后车尾就起来了 扭矩太宽泛了 我不需要一直顶着油门 我只需要很动态的去控制 只要踩油门 不需要任何的重量的转移 它的车尾就出去了 而且你有很多的动力可以去拿捏 不用一直踩的地板油 这个老的86差别 优势真的是太大了 好的一篇简短的时下就到这样了 新GR86相对老款车的变化 我们有目共睹 但它真的并不只是这样这么简单 它保持了手动 自然吸气 前置后驱 这三个加在一起 基本上已经属于是性能车里的独角兽了 它所带给我们的 其实更多的是传达一种信息 就是丰田对于原始的机械感 机械乐趣的自私不断的追求 我认为总有一天 我们应该是保持了这样一份初心 反普归真 对驾驶乐趣的一些期待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喜欢记得分享哦